最早戰場動態 否則地緣針斷 歡迎收體新冷戰力室 我是魚童 今日節目的主要內容有 俄軍烏冬進展緩慢 機械化旅租站 俄烏預備大佛工 灰塞戰場突變 附近首次聯合使用 波羅德利戰車和艾布拉姆斯坦塔 俄三母女BOK M3防空系統部位 附近圖22M3軍炸機飛行 俄軍萬機洪軍聖 六千溫洪去鶴廠 美國國防部長抵達機庫 美準備價值8億美元新援助計劃 朝鮮支持俄 韓國必會介入 恐有發全球衝突 俄政府啟新一路征觀計劃 六條戰爭和戰機踩爛 ISW戰爭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 目前俄軍繼續在哈爾科夫市東北部 玉夫昌斯坦和雷普奇附近發動進攻 但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截至10月22日 俄軍在富平洋斯坦、斯亞拓偉、 克里米納一線持續發動進攻 已推進至克里米納爾西地區 影片顯示 烏克軍隊成功擊退了 至少約三部裝甲車組成的 俄軍機械化進攻 在科斯帝約貴夫卡方向 俄羅斯軍隊在稍作停頓後 重新開始進攻卡哲利尼夫卡 並從東面接近這個地區點 根據烏軍的消息 俄軍的進攻被擊退 但他們集結了更多裝備 可能會很快展開新一路攻勢 有消息顯示 俄軍在前期的高強度進攻中 已消耗巨低 士兵的厭戰情緒嚴重 俄軍敵擊隊軍心動搖 尤其在克里斯尼來問 俄第25軍、第19坦克團士兵發布影片 陸籍指揮官每日要求士兵發起重複 部隊傷亡率高達91% 士兵聲稱10%剩下的人返回後 又被迫到下一次自殺式衝鋒 如果他們拒絕 指揮官和督戰隊將對他們處意私刑 而且一年多來他們沒有休息過一天 戰選數據亦揭示俄軍的巨大損耗 當然在21日俄軍被死傷1710人 重裝裝備損失112套 還有一部進攻的資源速襟劍走 根據烏克總參發布的最新戰報 俄軍在一日內損失1350人 坦克8部、裝甲車24部、火炮34門 與此陸時有消息說 烏克勒軍隊正在集結部隊 可能會快大規模反攻 烏克勒軍總司令西爾司機 已親戶赴221線 直接指揮部隊作戰 結合烏東地區的後勤壓力 烏克勒軍反攻逼在眉間 在赴221前線 烏克第47機械化旅 在第41機械化旅 第95空中突擊的旅 第1塔旅 與第17塔旅的支援下 成功跳回新伊萬諾富卡 在這場戰鬥中 烏克勒軍首次聯合使用 布萊德利M2步兵戰車 與艾布拉姆斯M1坦克 效果顯著 10月21日 烏克勒軍的1434團 與106近衛空降師聯合突擊 攻破烏克勒軍在納比諾富街的防線 並繼續向東推進 與此同時 烏克勒軍第47旅 在新拿諾富卡 取得勝利後向西推進 雙方在地區對峙 然而 這日廢解的是 俄軍突然全面轉入防禦 炸位多座橋樑 以阻止烏克勒軍推進 這日提示 亦穿在富裔時限 便與哥諾特、哈爾科夫 以及富裔洋西亞的俄軍 都紛紛採取防禦策略 根據消息來源 烏克勒軍隊在 沃爾菲洛附近 指出越過國際邊界 並在蘇德澤同方列領域附近 部署了額外的後備部隊 進行更大規模進攻 這次行動 縱使及烏克勒兩支機械化聯 戰術群的參與 此外 俄軍第106空國士 第83獨立空幹旅 和第6空幹團等部隊 正在劉比莫富加和 渣倫尼尼 沈利亞附近展開防禦 第155海軍步兵內部隊 亦參加了富裔時亞方向的作戰行動 另據多明斯特一時透露 烏克勒隊在富裔時亞地區 渣倫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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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沈利亞附近發動反擊 並包圍了可能過度進攻的俄羅斯部隊 自烏溫在8月6日進入富裔時亞地區以來 應該去兩個月又兩週幾的時間 然而俄軍仍未能完全驅逐 或消滅駐紮在富裔時亞的烏克勒軍隊 為止 俄方沒辦法不再次推薦了 將烏溫趕出富裔時亞的命令 有消息說 哈利波林工已經將軍撤出富裔時亞的最後期限 現至明年2月1日 原本的期限是11日 之後推遲到10月15日 現在再度延遲 這日表明俄軍未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任務 免臨較大壓力 最後消息自信 俄斯海軍陸戰隊 曾經去富裔時亞派出十幾部 BTR-82A裝甲車支持俄軍 但行動未取得成功 這進一步突顯阻撫軍的強大戰鬥能力 此外 俄軍在21日對烏溫第46空中突擊的陣地 快速大規模進攻 動用了7部坦克和7部BMP步兵戰車 投入了大量兵力和支援 然而 烏軍成功撤毀了俄軍2部坦克和5部BMP戰車 並逼使另外2部受損的坦克撤退 來自戰鬥中 俄軍損失慘重 28名士兵在衝突中陣亡 10月21日 烏軍在夜間行動中成功摧毀了一套俄羅斯的BOOG M3防空系統 BOOG M3是一種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 能夠攔截70公里外的目標 其價值在4千萬至5千萬美元之間 具體取決於它的配置 影片顯示 俄羅斯的BOOG M3系統車輛被擊中摧毀 而摧毀這一系統的正是烏克蘭的轟炸無人機 經過兩年多的去軍事化 烏克蘭的軍工業水平顯著提升 並且獲得了大量外國訂單 其中無人機已成為其核心產品之一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特別強調 烏克蘭只會向拉姆斯坦國防聯絡 小組中國提供武器的國家出口無人機 還有一條消息也值得關注 10月20日 俄羅斯空天軍途22M3戰略轟炸機飛行員 全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羅維奇、 哥連科夫的屍體 在布良斯克州蘇波內玉村的一個蘋果園中被發現 屍檢結果顯示 他喪命於隨止攻擊 這種手法讓人聯想到 雅格納固勇軍的大徐手段 哥連科夫帝屬於 俄空天軍第52重型轟炸機航空團 曾擔任轟炸機航空中隊參謀長 該團住宅在距離莫斯科緊200公里的 卡羅加州謝科夫卡機場 裝備有陶22M3轟炸機 陶22M3是俄羅斯軍方 在對烏克蘭實施各種導彈攻擊時 最常用的轟炸機之一 今年已有烏軍擊落一架 此外多架也在機場被摧毀 據稱 哥連科夫駕駛的轟炸機 曾多次針對烏克蘭平民進行導彈攻擊 導致大量平民傷亡 最近 俄羅斯軍隊在波克羅夫斯克 洪軍城東南方向的攻勢中取得了確認的進展 目前 俄軍已經推進至塞尼多衛東北部的尼西昌斯克界 另外 俄羅斯第110摩托化部 俄軍已推進至左連拿街 位於塞尼多衛東南部的佐良中心 和多名軍事博客作者的講法一致 俄軍在佐良越過佐玉夫查河 並意圖向西北方向攻擊克爾尼克 多名俄羅斯軍事博客聲稱 俄軍已對通往塞尼多衛的所有道路建立了火力控制 這士德烏軍在洪軍城方向的後勤運輸變得複雜 有分析指出 儘管俄軍在洪軍城東南方向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俄羅斯指揮部未能將洪軍城本身作為主要的作戰重點 導致這個地區的戰術目標被碎片化 轉變為更多地方性的努力 例如包圍失利多衛的行動 還有消息指出 目前 圍繞著洪軍城的克尼克和庫拉希夫卡地區的戰鬥正在激烈進行 烏軍第116旅和第59摩托化旅約有6000人 正被俄軍第20近為摩托化步兵師 以及第114和第5旅從東南和北方包圍 這兩座城鎮的主要交通線位於南北方向 向西缺乏主要公路 現在有近2萬名俄軍已經完全佔據 克尼克和庫拉希夫卡的北部平原 並控制了通往庫拉霍沃的主要通道 作為庫拉霍沃的北方屏障 克尼克和庫拉希夫卡也是洪軍城東南最後的防線 如果烏軍無法利用城鎮內堅固的建築和俄軍周旋 而輕易被敵軍佔領 敢位於南方的平防穿落 將會徹底暴露在俄軍的猛烈攻擊之下 若烏軍繼續堅守 俄軍可能在幾周內推進至紅軍城近郊 形成東南西三面包圍的態勢 然而 烏軍的6000人若果不撤退又能如何? 當前 俄軍在北面的攻勢異常順猛 每周投放的重型滑腸炸彈數量已從800枚增加至900枚 這些3噸級的重型航彈不僅摧毀了城市建築 連農村的平防也難以抵擋 俄軍暫時不急於攻佔克尼克和庫拉希夫卡 剛剛佔領楚富裏捏的俄軍第114類正準備南下跌取伊曼林卡村 一旦成功 烏軍將失去所有主要公路和小路 幾千名烏軍可能不得不拋棄重裝備 在黎寧的秋雨和雨甲雪中途步撤離 經歷十幾公里的艱難拔涉才能到達安全區域 烏軍選擇堅守克尼克和庫拉希夫卡 表面上似乎為紅軍城爭取了更多時間 但考慮到整個紅軍城的形勢 烏軍的兵力不足和裝備短缺使得持久戰越發艱難 如果繼續僵持 庫拉霍玉和紅軍城的防線將越加薄弱 和俄軍急於在地面泥淋前獲得有利戰術位置不同 烏軍更需要保存力量 否則在決定性的戰役中 烏克蘭可能會遭受致命一擊 甚至被一路打入幾乎 有消息顯示 隨著東桂林近 俄軍在他們熟悉的寒冷天氣下滑張發起新的攻勢 為了加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 美國國防部長盧歪德·奧斯丁在21日訪問基父 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 並承諾提供兩項新的軍事援助計劃 由於北韓將派出約1.2萬名士兵進入俄烏戰場協助俄軍作戰 這次會議的一個焦點是美國是否會授權烏克蘭使用遠程攻擊導彈 然而 關於這一議題的具體結果 美烏雙方都未公開 據悉 奧斯丁抵達基父後立即和澤連斯基見面 討論了烏克蘭在冬季的防禦策略以及增強對俄軍目標的遠程打擊能力 此外 奧斯丁宣布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一項價值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計劃 澤連斯基對美國的支持表達了感謝 澤連斯基會後宣布 美國還準備了一項價值8億美元的援助計劃 主要用來提高烏克蘭無人機的生產能力 澤連斯基表示 這將有助於烏克蘭捍衛其領土主權和獨立政權 此外 澤連斯基還提到 當日他和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施爾斯基 總參謀長巴爾吉列維奇以及國防部長烏梅諾夫舉行了重要會議 討論了托列茨克、洪軍村、庫拉克夫、哈爾科夫等前線地區的局勢 塞爾斯基指出 烏軍已經控制了庫爾斯克地區的1263平方公里領土和93個定居點 澤連斯基對付以斯克地區奮戰的烏克蘭士兵表達了感謝 並強調戰爭應該回到其發源地 烏克蘭必須在侵略者的領土上建立援衝區 他還期盼烏軍能早日解救被俄軍俘虜的士兵 然而 有報道稱俄軍並未將所有俘虜帶回俄羅斯 烏克蘭的調查報告指出 俄軍在18天在頓涅茨克州塞里多夫地區近距離槍決了兩名烏克蘭士兵 頓涅茨克檢察官辦公室已經對此事展開刑事調查 指控俄軍違反戰爭法同慣例 故意謀殺烏克蘭戰夫 專家多次指出 朝鮮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同士兵的行為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甚至引發全球衝突 如果朝鮮支持俄羅斯 伊朗可能亦會加入 而以色列將棄在烏克蘭一方 同樣 朝鮮支持俄羅斯 韓國必然會加入 成為烏克蘭的盟友 韓國的武器裝備非常先進 近年來其軍售在全球排名中甚至超過了法國 位居第二 有報導說 朝鮮計劃向俄羅斯派遣上萬名士兵 參與烏克蘭戰場的作戰 對此 韓國政府正重新評估期對烏克蘭的援助政策 據老頭社和韓聯社的消息 韓國可能會首次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韓國總統代表表示 首爾正在考慮分階段提供防禦性武器 並不排除在必要時援助進攻性武器的可能性 儘管韓國尚未直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但在2023年 韓國向美國運送了數十萬發炮彈 而這些彈藥最終被交給烏克蘭 此外 韓國已為烏克蘭提供非致命的援助物資 預排雷設備 韓聯社報導稱 韓國正在考慮為烏克蘭提供先進的防空系統 並可能派遣一支軍事同情部團隊 研究朝鮮特種部隊的作戰能力 以幫助烏克蘭應對朝鮮士兵 自10月初以來 烏克蘭一直警告說 朝鮮不僅提供武器 還計劃派遣大量士兵支援俄羅斯 上週 韓國情報部門證實這一點 報導稱俄羅斯已將一千五百多名朝鮮特種部隊士兵運送到俄羅斯領土 並計劃派遣約1.2萬名朝鮮士兵前往烏克蘭前線 衛星圖像和影片證據顯示 俄羅斯正在運送這些朝鮮士兵 面對這樣的情況 韓國外交部召見了俄羅斯大使 表達了對俄羅斯使用朝鮮士兵的抗議 並強調任何涉及朝鮮的軍事計劃必須經過韓國的同意 對此 俄羅斯大使回應說 俄朝合作並非針對韓國 而朝鮮則堅決否認這些指控 稱其為毫無根據的謠言 並試圖維護其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關係 北約秘書長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都對此表示擔憂 美國戰爭研究所SW也指出 儘管沒有獨立的證據 但烏克蘭軍方在10月初報告說 在烏克蘭東部的戰鬥中擊斃了多名朝鮮士兵 烏克蘭情報部門認為 朝鮮士兵可能會在11月部署到戰場 如果這些消息得到證實 這將是第三國首次派遣軍隊直接參與烏克蘭戰爭 可能引發多國運戰 甚至世界大戰 朝鮮不單止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武器 其彈藥庫存也備用於烏克蘭戰場 而俄羅斯軍隊的戰鬥力正因損失慘重而逐漸衰退 此外 俄媒報道稱 此前重複以斯克逃跑的18名俄軍士兵已在布梁斯克被捕 他們可能會被送回前線繼續作戰 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 俄羅斯國內局勢每天吹緊張 特別是在阿格納事件發生後 隨著15萬俄羅斯士兵被派往前線 普京政府啟動了新一輪的秋季徵兵計劃 預計將徵召13.3萬人入伍 然而 普京不僅止關注戰場的局勢 對國內的安全和穩定更是極為重視 為防止類似雅格納叛亂事件再次發生 普京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 俄羅斯國家道馬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 大幅度加重對參與武裝叛亂的懲罰 根據新法 組織或領導叛亂 企圖推翻或改變俄羅斯憲法秩序 或侵犯國家領土完整的人 將被判處15至20年監禁 參與叛亂者亦將面臨12至20年的監禁 如果叛亂導致嚴重後果 如人員死亡 參與者將與組織者同聚 判處15至20年監禁 並處以高額罰款 甚至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此外 道馬環提出 如果叛亂者在行動前及時向政府報告叛亂準備情況 可免除刑事責任 給予那些迷途之犯者一個機會 該法案的出台顯然是為了盜絕再出現類似瓦格納事件的內聯 去年6月 俄羅斯國防部要求所有參與俄烏衝突的志願武裝力量 在7月1日前簽署合同 以將這些部隊納入國防部的統一管理 然而 瓦格納僱勇兵集團的領導人普女郭遵拒絕了這一要求 聲稱俄羅斯國防部襲擊了瓦格納部隊的營地 造成重大損失 作為回應 普女郭遵帶領瓦格納部隊佔領了俄羅斯南部 城市頓河伴羅斯托夫的軍事辦公室 並控制了多個關鍵設施 最終推進到距離莫斯科緊200公里的地方 普京將此視為煽動叛亂 並嚴肅表態背叛俄羅斯的組織者必須承擔後果 在多方滑船下 普女郭遵同意停止行動並前往白俄羅斯避難 俄羅斯政府則撤銷了對他的刑事指控 然而 沒多久後 普女郭遵在一場飛機失事中死亡 此事被外界廣泛質疑為一場意外 雅格納事件暴露了俄羅斯內部軍事和政治勢力之間的深刻矛盾 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普京決定採取更為嚴厲的政策 強力維護國內穩定 此外 過去一年 普京對軍隊中的腐敗問題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整頓措施 清理了不少高層官員 此亦引發了部分軍方對他的不滿 面對內外壓力 普京對軍方保持高度警惕 並採取了更為嚴格的防範措施 以鞏固其政權和國內安全 還有分析指出 自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以來 俄羅斯對烏克蘭和西方國家設下了六條所謂的紅線 警告不得如月 然而 截至目前 這六條紅線已被西方國家一一突破 俄羅斯卻未能對這些行為做出有效的反制 第一條紅線是禁止芬蘭加入北約 儘管如此 北約在戰爭開始後的2022年就簽署了允許芬蘭加入的議定書 並在2023年4月4日正式截立芬蘭成為北約成員國 第二條紅線禁止北約向烏克蘭提供進攻性武器 然而 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 已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 這條紅線早已被突破 第三條紅線是俄羅斯警告烏克蘭不得攻擊克里米亞大橋 然而 烏克蘭在戰爭期間多次對這座橋發起襲擊 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22年10月8日 烏軍成功炸毀了步分橋樑 第四條紅線禁止烏克蘭對俄羅斯本土發起攻擊 但烏克蘭在2024年8月6日對俄境內的富爾斯克州展開了軍事行動 截至目前 俄軍仍未成功驅逐烏軍 第五條紅線禁止西方向烏克蘭提供F-16戰機 然而 首批F-16戰機已於2024年7月下旬抵達烏克蘭 並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影片中展示 第六條紅線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不得沒收俄羅斯在海外的資產 然而 俄方資產早已被西方國家凍結 而且美國在2024年通過了沒收俄羅斯海外財產的法案 這六條紅線的全部突破讓俄羅斯極為憤怒 但在面對西方和烏克蘭的挑戰時 俄羅斯似乎無力反擊 有評論諷刺 俄羅斯未來或許還會設定更多的紅線 但效果很可能同樣有限 很多人總結認為 畫下紅線若沒有相應的實力支撐 那那些所謂的紅線根本毫無意義 普京在設立紅線時或許信心滿滿 但事實證明 俄羅斯的實際實力遠不如如想的這麼強大 難以維護這些虛幻的紅線 好 感謝你一口氣看到最後啦 這個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 最及時準確的戰場熱點報道更新 就請每日鎖定新冷戰情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請你點讚留言訂閱 將視頻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節目 想要贊助我們的朋友 可以打開超級感謝打賞贊助 幫助我們能持續做出更新的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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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